夜市攤販大牌長龍 但攤販內外火氣都很大 叫囂的年輕人 其實就是老闆的兒子 不斷對客人降下 連老爸都攔不住 而衝突原因 疑似是為了插隊 十一號晚間 臺北寧夏夜市 知名東山丫頭攤位 負責包裝的小老闆 疑似懷疑左方這位阿姨插隊 對方還多次詢問餐點好了沒 才讓小老闆瞬間暴怒 連爸爸跟姐姐都沒轍 一看著小老闆跟顧客在爭執 然後她姐姐都出門去拉拉不住 這件滿大的 整個林鄉夜市也是很多人看到了出來看 這件東山丫頭在地知名 每每營業都是大牌長龍 而這回與兒子起糾紛的阿姨 也是店家的熟客之一 沒想到卻撕破臉 這什麼態度啦 你就叫做你什麼態度啦 你最劣勢的關係 這樣啊 這下不只讓店家損失熟客 恐怕也多少影響商譽 就由立強 由陶 臺北參考報導 按訂閱 分享 並且開啟小鈴鐺喔